莉仁明星大夫 不用交给我,我有个麦克力 她自己有 教会里面,如果没有大家一起来同心侍奉 其实教会运作无法 我想看到第一件事就是邀请所有 你曾经经做过侍奉的 包括招待 或者其他任何的帮助教会 我也想邀请你站起来 招待的 音响的 领唱的 还有在后面有帮忙服侍的 小组组长 郭小组组长 Stephanie 你也有份帮忙 如果我们没有他们 我们教会的运作就很难 所以我想邀请大家 给他们鼓励 多谢他们 每一年 教会每一年有个奖项 叫做义工的奖项 平时有两个 今年只有一个 令我非常困扰 因为我原本想着两个比较容易 至少不用在最后的选择 选择得这么辛苦 最后就唯有在很多不同的义工里面 很多是很突出 以及已经是侍奉了很久的义工里面 我们唯有很困难地去选择一个 我们的选择就是 这位义工由我们开始的时候 已经有帮忙 第一件事就是 我们说 连织 连织很长 已经是追溯回去 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 都已经是 他来到教会的时候 已经开始帮忙 而且是帮忙 令我们的侍奉 减轻了很多困惑 或者叫做 burden 就是很多的重担 另外 虽然他突然在我们当中 不见了一段时间 但他仍然有照顾着我们 也愿意继续帮忙 我们请Betty出来 这个大家没得争 虽然很难选 但我觉得应该是 将个奖项交给他 有相机的人 应该拿好相机 快点拍照 好 我想请大家再给多些掌声 好 谢谢 好 谢谢 稍后完成聚会之后 外面我们准备了一些茶点 今天是特别给大家 庆祝义工的一个服侍 所以请大家今天试试 可以先招待我们的服侍人员 好吗 OK 听不到 好 好 好 那我花时间给大家 好 那我们先为奉献做一个祈祷 主耶稣 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 亦都赐我们工作的机会 感谢你更加都赐我们 有这样的能力去工作 因为我们可以这样 亦都是祝你的恩典 主耶稣 我也很感谢你 让弟兄姐妹有这样的心 愿意奉献摆上他们的金钱 求着你亲自去祝福 好 报答他们所作出的功 我们这样祝福 奉靠着耶稣基督 Amen 阿们 那以下时间就是小朋友可以去到后面 儿童主日学的 那我们今天的讲完就是王毁强牧师 我初头以为王牧师是台湾人的 原来不是的 王牧师原来是香港人 是讲我们地道的广东话 所以今天不需要翻译 所以今天不需要翻译 王牧师是他的经历和他的人生 有很多威衰的东西 他做过浸讯会 出版社社长 也跟我们华人里面的华恩堂 担任过几年的主任牧师 我知道他的名字的时候 他在做华恩堂主任牧师 现在王牧师也成立了一个海外华人宣教使命团 也跟我们澳洲各地 一些中英文相语的教会里面 继续去做一些托方的工作 甚至走到一些很远的郊区 例如Alice Bean 这些地方去开展事工 所以我们可以称王牧师 现在叫做托方者 我们不要说这么多 把时间留给王牧师 不如我们读完经文 不要 牧师来读 不如这样 我读一节 你们读一节 好吗 好 第十一节不要读 你一会儿就知道为什么 好 若书呀清早起来 和以色列众人都离开扎庭 来到若旦河 就住在那里等候过河 过了三天官长酒店迎钟 吩咐百姓说 你们看见夜话 你们神的约柜 有见祭司利美人抬着 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 跟着约柜去 只使你们和若贵相邻 要有二千爪 不可与若贵相近 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 因为这条路四远 向来没有走过 若书呀吩咐百姓说 你们要自杰 因为明天夜话 必在你们中间行其事 若书呀又吩咐祭司说 你们抬起若贵 在百姓前走我去 于是他们抬起若贵 在百姓前走走 耶和华对若书呀说 从今天起 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 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 也必照样与你同在 你要吩咐抬若贵的祭司说 你们到着若贵相邻 就要在若贵河水里暂住 若书呀对以色列人说 你们更前来听耶和华 你们神的话 若书呀说 若书呀说 可能好天下 若贵的若贵 必在你们前头过去 都若贵河里 因此你们就知道 在你们中间有会生死 并且他必在你们前头 若贵河里 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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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張 我們將時間交給牧師 還有十六十七 不要緊 我們就這樣 那從上往下流的水 從上往下流的水 便在極遠之地 撒拉旦旁的阿當城那裡停住 納起城裡那我 海就是岩海下流的水 全然斷絕 於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對面過去了 賣獅 令呢 是 我們將時間交給黃牧師 有聲音吧 是 弟兄姊妹平安 都很久沒有用廣東話講到 因為這麼難得來 我就貪心一點 我就會分三部份 第一部份我們就是讀這個 在《約書亞記》第三章裡面 我們思考我們的人生 第二部份我就會講到 過去教會歷史裡面 是怎樣走向來我們沒有走過的路 第三部份就是現在我的服侍 我亦都憑信心地走向來沒有走過的路 我們剛才讀的經文裡面 我很喜歡讀聖經是讀動詞的 因為動詞是知道上帝要我們做什麼 名詞就是了解什麼 形容詞就是我們的心情 副詞就是更加複雜 在第三章一節裡面 我們可以注意幾個字 若書亞清早起來 和以色列眾人都離開集庭 來到若彈河就住在那裡 等候過河 這個是人生的旅程 你要起床 你要離開 然後你來到一個地方 然後住在那裡 然後還有等候 我不知道你成長的過程 我今天剛剛六十歲 明天應該是明天 二十六號 我的年代 二十歲時去了台灣讀大學 那個年代很流行的一首歌 背有魂我從那裡來 聽過 我的故鄉在遠方 齊宇是讀考古系的 我那時候讀外文系 我們人生是不斷地離開 但有些人是不知道去哪裡 不要問我去哪裡 亦都不要問我去哪裡 因為我根本自己不知道 這種是叫流浪 現在很多人的心靈都在流浪 就算來了澳洲 都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但若師也不是 他們要離開 但是有一個方向 因為神要跟他說 你們要去到若彈河 然後過河 然後進入這個應許之地 所以我們基督教的生命 都是會不斷不斷地離開 因為上帝叫你走你就走 上帝叫你不走你就不走 但我們永遠有一個方向 我們知道我們是向著神的角 往前行 但他們到了這個大學 在做什麼呢 順利說他們要等候 等候其實是很難的 等個紅綠燈你就知道 我第一次去Mio Dura的時候 因為一個人不知道 傻癲癲癲 越開越快越開 竟然開到140公里 然後原來旁邊有個攝影機 140公里就罰了400元 然後你沒有那麼快收到訂單 回來的時候我又搞不清楚 開了130公里又300元 夠了7點 我現在很危險 很小心地開車 等候是不容易的 但很多時候我們都要等候 這裡要等候做什麼呢 上帝跟約書家說 你要吩咐百姓 你們看見耶和 說你們神的約櫃 又見祭司利美人抬著 就要離開所住的地方 跟著約櫃去 他們等了三天 然後看著河水 然後 我深信這一群在抗野成長的以色列人 是不懂得游泳的 因為沒有地方學游泳 水也很珍貴 剛才我們讀到的情形是怎樣 約大河 現在你看到很多人去約大河 在受洗那裡 比較深一點那裡 其實都不是很闊的 以前可能比較好 有人說那時候 不是河水泛濫的時候 大概頂多是五十公尺而已 但是當河水泛過去的時候 他們說可能有五公里 其實我們看到很多地方 河水泛濫都是這樣 你想想他們這群人在等候的時候 看著這些滔滔河水 他們的心情是怎樣的 我不懂得游泳的 而且上帝偏偏要選在河水泛濫的時候 要我們去過約大河 要不然比較窄的時候 或者比較寒災的時候 我們都是坐一條橋 怎樣過去 所以這個等候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我的上一代 沒有過約大河 我上一代是甚麼人 摩西帶領的 還有我上一代的人 是很勇敢的經歷過神的大能 建過金字塔 建過金字塔 就是很操壯 很有能力的人 連法老王都沒有辦法對付他們 現在換了我們 我們能夠過約大河嗎 所以我們切身處地想一想 我們一起去到約大河了 哇 約大河這麼大水 如果你看回以色列的橫切面 在黑門山一直到死海 其實高低差 我忘記了是三千英尺 因為是三千公尺 我忘記了 應該是三千英尺 所以水是很急的 因為其實以色列不是很大 多長四百公里 然後你可能剛生了寶寶 是嗎 可能還在坐月 那怎麼過河呢 可能你的牛 你的羊 你的財物 又是生了寶寶 有些小牛小羊 跟著你 那你怎麼搞呢 所以這個等候的時候 看著這些滔滔河水 你就會問 我過得去嗎 為什麼我上一代有摩西 摩西是約書雅的師傅 他都過不了去 我們上一代的人經歷了這麼多 而我們算是比較平靜 雖然在抗野裡面走了四十年 我能夠過去嗎 在這裏 你的心就很不安 一直在想 糟糕了 那時候我有機會學游泳 為什麼不學游泳呢 但學了游泳也沒有用 水可能很急 然後他說 他說 你們見到約櫃 見到利美人抬著 你們要離開所住的地方 跟著約櫃去 我們有個目標 這裏說的是利美人和約櫃 其實我們今天是沒有約櫃的 因為大概兩次被老之後 不知道那約櫃去了哪裡 所以我的年代就有發櫃 代表一種生命的能力 有石板 代表了神的戒命 神的心意 神的律法 還有馬那 代表神的供應 所以其實我們今天 有沒有約櫃 沒有了 但是聖經是甚麼 聖經神的話 是我們的道路真理生命 是給我們供應 給我們方向 給我們真理 所以我們今天不需要等約櫃 而是我們在聖經裡面 為什麼我們鼓勵 因為大家一起讀經 查經 默想聖經 就是因為聖經 好像當年那個時候的約櫃 是帶領著我們走這個人生的道路 接著又問利美人 我們要先想兩個方向 如果我們聖經比較熟 我記得當年是摩西 自己先的掌放在紅海 然後他先走 然後在紅海分開 他們帶著利美人 百姓過紅海 但現在不是 現在是利美人才抬著 還有法櫃 我不知道藥櫃裡面 那兩塊石頭多大 多重 然後他們又不會游泳 然後還抬著這個石頭 要過藥彈河 兩個可能 一個可能說 為什麼會這麼倒楣呢 是吧 為什麼剛才輪到我呢 我又不會游泳 是吧 一天又這樣 但另一個可能是甚麼呢 上帝你在這個時候 揀選我 雖然河水那麼急 雖然法板那麼重 雖然我不會游泳 但當百姓看到我抬著的約櫃 相離兩千爪 因為離開很多人要跟著過去 而當我踏入這個河水的時候 中百姓就跟著走 你會不會覺得很榮耀呢 其實現在很高興 今天剛剛我不知道是義工的一個 類似頒獎典 是感恩 其實很多時候我看到有些教會 很多問題的教會 就是搶著做某些位置 但其實我無論在香港 台灣一直到這裡 很多時候在教會裡面 是他在那裡 請猜獻他 不要找我 我聖經又不熟 甚麼都不行 我家又怎樣怎樣怎樣 很多的原因 我們覺得是一個榮耀的積分 還是你是很倒霉呢 其實每一件事都有神的心意 而是神在這個時候 揀選我們 一定慢慢一步一步預備 我們永遠都是挑戰多一點點 其實我來到58歲的時候 決定離開了華欣堂 離開了一個很穩定的 我們有好幾個教會 各方面都 因為我就有一次 送一個我神學生的女兒 去到Mildura 600公里 我當時是一天來回 回到民意本三點多 發現原來在偏遠的地方 原來有些華人 有些年輕人 在台灣、在香港來 有些在馬來西亞 可能是做客工的 挑不挑戰 600公里都挺累的 現在我好一點 粗了兩年多 現在我錄好音要聽甚麼 一路聽 哇 很快樂 七個小時 來回十四個小時 我是不斷地進修 但當時不是這樣 然後第五節說 約書呀 吩咐百姓說 你們要自結 因為明天夜華 必在你們中間行歧視 行甚麼歧視呢 不知道 然後自結甚麼呢 我想當年在抗爺 大家都是住在帳幕 你一罵太太 或者太太 罵先生 旁邊的帳篷 可能聽到的 你的兒子不乖 又沒有 Casino 當然我們仍然可能會犯罪 十教裡面說到 不要貪戀別人的 很多很多的東西 包括別人的妻子 但是我在想 這裡的自結 是在說甚麼呢 我覺得最重要的自結 這裡是 我們裡面 有沒有一個不信的惡心 其實當年 摩西派了十二個探子 去到應去之地 然後只剩下加勒 和約書呀 兩個 現在等於八十歲 他們現在 當然是四十年前 這兩個人 他們說我們足夠 可以進入這個地方 得到那個地方為業 但其他十個人 不行呀 他們那些阿納族人 很高大 我們好像一隻 炸猛一樣 一腳就被踩死了 我們不可以去 幾乎他們都想 將加勒和約書呀打死 八 不是 十票比十二票 輸了 昨天台灣選舉 說很激烈 現在台北市市長 還在計算 因為可能差幾百票 幾千票 四十年前兩個年輕人進去應去之地 然後一過四十年 這兩個人還在 然後鼓勵他們要過河 然後鼓勵他們要過河 然後這一班人 可能都有兩百萬人 從來沒有進去 那麼約書呀 亦都派探子去 派了多少個探子 好像派了兩個探子進去 是不是 加上現在有跟我同輩的兩個人 兩個代表 去過應許之地 回來 還有四十年前 四十年前 四十歲的兩個現在是老人家 是來過 只有四個人進去應去之地 然後河水泛濫 那麼危險 然後說我們可以進去 請問你相不相信 看著誰 看著你剛剛太太生了一個寶寶 然後我還有一個老人家 所以這個自潔 我覺得是最大的潔症 不是我們一些道德上的行為 而是我們最核心裏面 你到底相不相信上帝帶領你 既然上帝說 應許這個加南地 還有這個流奶尖 流奶雨蜜的地方 你相不相信 應該說加勒說 他們有一個不信的惡心 當我們有一個不信的心的時候 其實你寸步難以 在澳洲 哇 這麼好的福利 幾乎你每日做什麼都沒有 都可以生活 但當你沒有信心的時候 哪怕你在一個這麼好的福利國家 你也是怕這個 怕這個 怕這個 這裡不可以 這裡只有四個人說 現在我們其他人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們怎麼來到 澳洲 來到莫爾本 但通常我覺得 移民的人的心裡 比較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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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心想我們在座 每一位 不是有這個不信的愛心 而我們可能對神的認識 未到這麼深刻 不知道我們可以完全跟隨他 然後我們感恩 然後他們就說 約書又說 這條路是向來你沒有走過的 其實我們面對生命裡的信不信之後 我們就要做抉擇 兩條路 一條路你可以不過河 繼續在抗野再過八十年 沒什麼數字 你已經很熟悉了 在鄉內你走過的路 何時何時有沙塵舖 何時何時會下雨 何時何時有草 我們可以在那裡餵你的生畜 你全都熟悉了 但另外一條路 約書又說什麼 在第四節那裡說 使你們知道所當走的路 因為這條路你們向來沒有走過 你來到澳洲 你走過這條路嗎 沒有走過 問題不是你向來沒有走過 而是這條路是你當走的路 這些是要每個人在上帝面前尋求的 你來不來澳洲生活 他還說我當時來不來澳洲服侍 我當時也曾經在中國大陸服侍 你去不去中國服侍 我之前在神樂院教書 要是否回到香港出版社那裡侍奉 其實人生我們有很多的抉擇 通常都是一條你很熟悉的路 另一條路是你向來沒有走過的 我們要做一個決定 感謝神 這群利美人 其實就等於我們今天 現在已經沒有利美人了 當然我們可能會受過神學訓練 我們是牧師傳道安納國 是利美人 但我們在馬丁路德改教成員說得很清楚 人人皆濟事 所以你和我都是利美人 是幫助其他身邊的朋友 你的親戚 你還沒有認識神的 你幫助他們去認識神 我們獻祭 我們去敬拜 感謝神的一群利美人很勇敢 十五節說他們到了若淡河 一入水 原來若淡河水在收割的日子 漲過兩岸 然後十六節就有個神跡 那從上往下流的水 變在極遠之地 停了 立起城裡 當然我們說的是一個神跡 但其實你想想一下 在文川大地震的時候 後來就有土石樓 成為一個顏色湖 擋住了水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印象 也有人說 可能當時有發生地震 然後不知道怎樣 淋了土石樓 然後擋住了水 無論是這個自然 或者是超自然的一個情況 但在這個時刻 剛剛在這個時刻發生 就是神跡 其實我們的生命都是這樣 然後立起城裡 然後水不是一時間沒有了 其實他們慢慢走的時候 可能水已經慢慢減少了 我不懂得游泳 擋住藥櫃 但是上帝解決的方法 不是你現在馬上參加游泳訓練班 而是上帝改變了一個環境 他們就過去了 你也想一想 我現在住在墨爾本西邊 有時天氣好的時候 其實我很快就看到整個城市的高樓大廈 我假定當日的空氣更加好 可能兩百萬人要這樣過去 會怎樣呢 沙塵滾滾 不是我們過了去應許之地 而我們的行動會帶出來一個景象 那些沙塵滾滾 旁邊的那些 剛才讀了那麼多的外邦人 問到那裡發生了甚麼事 前陣子在阿通那裡燒了一個輪胎巷 幾乎整個都能看到 發生甚麼事 然後我們就說 哇 這些以色列人要過約旦河 進入到應許之地 然後我們會不會很驚訝 哇 四十年前 我們長老曾經跟我們說過 那些人 現在他們竟然開始行動 所以我們信心的行動影響的 不僅是你自己 你的家人 帶領他們進入這個應許之地 你身邊的那些未信 可能包括我們的仇敵 亦都會開始緊張 緊張的那兩個可能 他們就歸榮耀幾神 加上他們 昨天是第一次墨爾本的 聖結遊行討告 其實我認識他們 一起籌辦 剛剛開了一個二十四小時的討告店 其實只有七八個 有一兩個男生 他們的先生 有幾個都比較年紀大 他們討告領受 要在墨爾本 辦一個Holy City March 其實也很困難 但昨天很成功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 可能有一千人吧 我不知道 前一晚討告會 大概有四五百人 我們沿著Cartan Garden 一路走走走走走 原來走到Parlament 在Parlament那裡 鬼塞在那裡討告 然後一路走 然後一路穿過 Swanson Street Brockham Street 然後去了State Library 然後在那裡敬拜盞 旁邊的人拼命 拿著相機在那裡拍攝 沿路 他們也拍攝著我們 然後有些人在那裡喊 Jesus 我們第一次扮沒什麼經驗 口號都沒有 有些人在看面前 就開始哭 Jesus 那大家都不知道 你Jesus 做什麼 突然間聖靈感動我 他們一眼 Jesus 我就說 Love you 然後 Jesus Love you 然後有個黑人牧師 說 Love all 你的行動會帶動你周邊的人 昨天有個警察來問 問我們其中一個主辦單位的 Janny 去過肯亞的宣教士 你們明天會不會再辦 我們說會 我一定要爭取來保護你們 因為太好了 我聽你們唱歌 聽你們討告 我不知道是不是基督徒 你的行動 雖然這裡是向來沒走過的路 求神幫助我們 我們可以不斷地往前行 我們的生命就越走越豐富 這裏是幾千年前 出埃及 是主前一千四百年左右 現在距離三千四百多年了 我們看回歷史上面 有沒有很多人是走向來沒有走過的路呢 是怎樣移動的 是對著哪裡移動 對著上面 這個是 forward 這個 forward 馬里遜 Morrisen 就是香港叫什麼 摩里神山道 就是他的名字 香港還有的 178年 1834年 他最早來中國新教 第一位來的 基督新教宣教士 先驅等等 因為時間 我10點鐘以來記錄 等下9分鐘 好 他就說了一個說話 很清楚 因為他來的時候說 你能夠改變中國人嗎 他說我不能 但我相信神能 我去過澳門 他們的墳墓還在那裏 所以不只是去賭場 可以去墳墓 看一下 在18年 去死18年的時候 做了一個紀念碑 這些我們就不讀了 1934年的時候 香港 摩里神山道 上面有個摩里神山游泳池 我讀中學時 經常去那裏游水 現在還在這裡 影響到現在 摩里神山游泳池 然後 摩里神山影響了大德生 Penshaya 那時他在太平天國的時候 還在打仗 很困難 很危險 21歲就來了 幾句名言 我們逐多讀好嗎 請 我若有千磅鷹金 中國可以全數之取 我若有千條聖命 中國應該擁有他們 不是為中國 是為基督 我們有可能為上帝做太多嗎 上帝的工作 如果照上帝的吩咐去做 絕對不會缺少上帝的供應 上帝一定會供應我們 一切所需的 如果沒有供應 表示上帝的心意不是在那裏 英文我們不讀了 其實他的家人是應該很多人 他的家人 他的太太死了在中國 他33歲的時候 成立了中國內地會 用10磅鷹金 加上神所有的影響 影響那年33歲 其實我想成立一個澳洲內地會 澳洲內地會 不過已經被人登記了 所以我改了一個海外華人宣教使命團 戴德森 1905年 當時已經有八百多名宣教使 他是去到內地 去到貴州這些地方 他死在中國 九代奇恩 由他爸爸一直下來 帶生前幾代 一直到第五代 第六代 第七代 我見過他在華臣的院長 戴繼宗來過墨爾本 應該是三年前 戴成約 他娶了一個台灣人 他們的廣東話 國語都比我好 英文都比我好 張坦帝兄住在Point Cork 他當時寫了一本書 叫閘門前的石門坎 現在成為一個聖帝 因為習主席曾經提過這個地方 其中一位柏格里是惠里公會的傳教士 貴州是被人嘲諷 天無三日程 地無三理平 人無三兩人 很窮 現在變成了大數據中心 當年內地會宣教士認識了他們 他們很貧窮 那些苗族人 很被人歧視 他說 你要找找柏格里 問他可不可以來 結果他二十歲來中國 生活了十八年 決定深入去到貴州 然後影響了整個苗族 幫我們建學校 文字教育等等 所以習主席就會提到他們的名字 感謝這些宣教士 然後魏維斯 就是一個蘇格蘭獎勞的宣教士 他也是宣教士 當然是中國 他提出所謂的三字 自立自前駐養 因為有些特的中派 就好像吃教一樣 送錢等等 但可惜就是在中國 很多的教會沒有怎樣接納他 反而韓國的教會接納了 所以韓國教會復興得很快 現在山東的蘋果 其實是由他開始引入的 自治治養自存 看這裏 富能人 十八歲 納治宣教 二十歲 踏上京圖 走向 向來沒有走過的路 帶得生 十二歲 宣教 有宣教的志向 二十一歲 踏上 去到中國 踏船成半年 伊利哈 這個火箭車的金牌得主 從小就開始 二十三歲 開始去中國 劍橋七傑 大學時代 二十二到二十四歲 開始上去 耶德遜去到緬甸 也是二十二歲 立志 二十四歲出發 賈若梅 是一個女性 去到印度 你知道印度是多歧視的女性 十九歲立志宣教 然後二十六歲踏上征途 克里威廉 近代宣教之父 二十歲出頭 然後三十二歲才出發 他說想去印度傳福永世 為他施洗的牧師 年輕人坐下坐下 如果上帝要叫印度人信主 不需要你 因為他是一個保鞋將 但其實他一生就去了印度 我看到這些的時候 我們發覺 其實我們真的要多注意我們的年鄉人 但我們的挑戰是甚麼 如果不是你現在走向內沒有踏上的路 而是你的兒子 墨爾本大學畢業的兒子 讀完博士的兒子 很有成就的兒子 或者是你的孫 你知不支持他 這裏是中國的宣教歷史 那我想回澳洲 澳洲圍省 現在我們暫時圍省住 因為我開車 我一天最遠發覺 我一天最多是開一千一百公里 就是上次我們因為趕時間去 Alex Spring 就有兩千三百多公里的地區 因為我們時間不夠 所以我們有一天就開了一千一百公里 然後在這個加油站旁邊 睡了一晚 然後翌日繼續出發 因為要省錢 省一些旅館的錢 旁邊有一條河 所以其他地方都是直線的 因為那條是Murray River 兩邊都是農業的大增 人口兩千三百多萬 其實從台灣差不多 這些被人考試 這裏很重要 你們可能看不到 紅色的部分 全部都是衰落的 2016年 我們做了另一個 讀星的統計 現在我還沒時間看新的統計 其實不同的宗派 都是衰落的 針水妹少許增長 Pentecostal少許增長 天主教聖功會那些 哇 大幅 大家看看就知道 然後呢 反而那些二月端 他們每個月去參加聚會的比較高 比如說安息日會是86% 耶穀華堅證人是87% 路德會是38% 所有的基督徒 他把這些極端、二端放進去 是24% 就是一個月參加一次聚會 所以我想我們都是超標的 很好的 你看看這裏是垂直落體的那條線 100年前 差不多有45% 人口是聖功會的人 然後一直下降到17.1% 在2010年左右 Anakon Catholic 也是 又很高地跌到23% Uniting Church 也是在跌的 下面Baptiste 和Pantacostco 有一點點上去 現在華人教會是增長著的 先說回維多利亞省 有不同的地方 我們看到 第一個是Bendigo 本來我想放在Bendigo 因為Bendigo在這個中間 我去到處的地方 大概三個小時、四個小時 我一天可以來回 然後在一個地方可以服侍四個小時 我就節省了住宿 但上帝大領域去了Mildura 在最高的地方 過去600公里左右 Bendigo曾經有三分之一人口是華人 因為那時候有金礦 現在還有一個Bendigo 在最中間 那一個圈大概兩個小時 因為Bendigo是175公里左右 Mildura是600公里 在Bendigo還有金龍博物館 前年的年初三個參加他們 他們有個飛龍 飛龍 我聽說火龍也見過 甚麼都龍也見過 我未聽過有飛龍 他們真的弄了六個大氫氣球 然後龍正在飛 很精彩 我未見過 還有金龍遊行 要快點了 有130年的歷史 Shirperton也是一個農業大鎮 很多人在那裡聚會 現在講的是Mildura 現在我們在兩年前 成立了一個Mildura教會用商語 現在大概30-40人聚會 最多超過50人 父親節的時候 600公里 60%的葡萄出產 這輛車是在Richmond做的 現在放在Rick Cave 這個弟兄在香港來支援了我三個月 這輛車每個小時走1.7公里 然後慢慢開到Mildura 600公里 所以1.5公里 不怕慢 只怕站 慢慢走 始終會到的 我要快點 所以因為AIM被人登記了 我們就成立了一個 海洋華人宣教使命團 策略很簡單 就是在不同的地方之下 因為你沒有辦法支持 譬如我們奉獻 百多元一個星期 兩百元三百元 我們請不起一個牧師 或者又退了一個牧師 那我去到現在憑信心 人選我們就盡量按 希望有些平訊號上來 所以現在 除了我一個月廣道一次之外 另外有一次是請當地的英文牧師 另外兩次都是我們弟兄姊妹輪流地去說 他們很緊張 但已經過了兩年多了 這裡是2016年8月20日 我們第一次崇拜 借了救世軍 旁邊的是蘇聯人 懂得說廣東話 他在廣東大 最左邊的是師母 我們禮拜六有茶經班 第一次浸禮 這個John John 是單親媽媽的小朋友 上次有四個人受洗 我們上個禮拜三 我們不切整理 就有另外兩個年輕人受洗 另外有幾個因為去了其他地方 然後受洗 我們有時候在巴域橋 在廟東流經常都說 哇 又過年了 因為經常都聚餐 聚餐才吸引到一些人來 特別是旅遊打工 坐在那裡黑色衣服 那個是我的兒子 旁邊的那個年輕人 從台灣來的 後來去了雪梨 在雪梨的教會受洗 然後回到台灣 兩個受洗 信主的 信主我們也有很多人 最左邊的是我的侄女 是在香港來的 現在回到香港預備 又去紐西蘭打工 這些年輕人就住在群聚 其實是很大的試探 在雪梨打工 現在我們鼓勵有些基督徒 這幾位是基督徒台灣來的 鼓勵他們不止旅遊打工 以及宣教 邀請你的朋友一起參加聚會 這些年輕人 中間的BT 很可惜他剛才肝癌就離世了 其實我們開始教會沒多久 那次都來了五、六十個人 因為參加喪禮 一周年晚會表演 這個年輕人是信主的 第二年的簽證都回到苗州 因為他說想幫助教會 很喜歡這個教會 其實兩周年了 中秋節 我們在Hoppo Causing 後來成立了一個教會 在我家附近的 因為我小朋友還在讀書 所以我有兩個星期在Melborn 然後兩個星期在Meldullar 我們端午節的時候去了Alex Blink 很特別 本來信心說30個人 後來說太少50個人 後來說60個人 後來來了大概120個人 感謝神 有位宣教師從台灣來的 他先生是做聖經翻譯的 有些中港台 因為大陸來的旅遊打工 一定要去到那個區才可以加簽第二年 現在澳洲很缺工人 現在可能有第三年的簽證 如果你在偏遠地方農場工作180天 現在工作88天就可以有第二年的簽證 所以每年有幾萬人 然後就為中央節 現在不是為中央節了 現在要為過年 初五我就會過去 所以今年過年有不同的家人在一起了 請為我們討告 如果讀紅色的第一節就好了 OK 好不好 請 帝兄們 我還有話說 請你們為我們討告 好叫主的道理 快快行開 得榮耀 保羅就這個 有脫離那惡者 我需要的就不是什麼 我需要是討告 不要撞倒袋鼠 我們去Alex Bain 有兩次 差不多撞倒袋鼠 在萬文中作屬神的子民 一起讀 同心合意 興旺福音 主賜福大家 希望我們勝過心裏不信的惡心 希望我們要抉擇的時候 我們雖然那條路向來沒有走過 但如果是當行的路 我們就勇敢踏上去 感謝神